從七大都會區近五年的漲幅觀察 可以發現從2020年到2023年 這些房地產在近四年都是呈現上漲格局 2020年是在之前打谷底回升之後 漲幅較為明顯的一年的開始 那2021年是這四年當中漲幅最大的 也就是大漲的一年 2023年2022年之後呢 因為有各方面的政策來打草房 所以確實產生了抑制的效果 但是房價的漲幅是受抑制 但是並沒有讓它這個下降的現象 還是能保持在漲的狀態 那今年的狀況也是如此 所以2022年跟2023年的漲幅 基本上相當一致 大約都保持在這個數字上面 那最整體可以看到 量是小幅縮了 2023年 但是房價是漲了 2023年7月平均地權條例上路後 礙於限制換約轉售 重罰炒作行為等五大項的限制 很多人認為恐怕會對預售屋造成衝擊 我們用數字來看似乎沒有 似乎沒有 那個預售屋的交易量成長了10% 那總銷金額成長了14.8% 那我相信這個部分是平均地權條例呢 在定調它不追溯既往之後 應該也讓預售屋的交易量 能夠比較平和地來修正 所以目前能保持正成長的狀態 不過令人好奇的是 預售屋交易量最高的縣市在哪 七都的預售屋交易量 這有兩個比較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個 台南市除了中古屋的交易量是 增長最高的地方之外 台南市也是預售屋交易量最大的地方 成長率最大 第二個是高雄 其次是新北市 那台北市是唯一七都在今年 預售屋交易量衰退 而且衰退幅度高達24.5%的地方 那應該可以看得到 台北市的單總價 都可能挑戰的購物能力 那當然台北市的房價 也觸動了客戶向新北市移動的現象 就可以這樣來觀察 那整體來講 預售屋的市場 看起來仍然是保持正成長的狀態 供給如果小於需求 那房價勢必會上漲 所以進一步來看供給端 也就是建商推案數量 有什麼驚人變化嗎 供給量首先看建造 之後看開工 最後看死罩 死罩就是現在蓋出來的房子 那可以看到這三條線呢 建築執照的部分 總體應該是衰退18% 那開工的部分也衰退了11% 那這兩件事應該解釋的是相對的 建商對於推案似乎有趨緩的現象 推案的速度跟推案上市的現象是趨緩了 但是 死罩的部分保持高檔的一個成長 大概可以推案 今年交入的房子往前推兩年半到三年 應該就是它預售的時候 而那時候就是2022 20年跟2021年賣很好的時候 真正的賣壓會是明年的市場 因為陸陸續續它的銷售量變得比較平緩 既然可以從建造量推算出建商的推案供給量 那2023年的建造量比起以往是衰退多少呢 預估是14.5萬戶的一個建造量 雖然比去年衰退20% 但是仍然算是歷史上比較高的位置 所以這代表的是前幾年建商所取得的土地 陸陸續續申請建造量仍然不可小覷 那台北市的部分是全台灣建築執照突破去年的 那其實這個部分突破了前面這6年的新高 那這個部分可能跟台北市本身的土地供應量已經不足了 這邊應該跟所謂的微老跟都更 大量的成熟申請建造相關系比較多 新北市那衰退6% 接下來 桃園衰退28% 接下來新竹衰退4% 新竹市之所以房價長這麼高長這麼快 應該跟來源在於它的供應量不足 供應量不足 所以可以看到 它一直沒辦法大量的突破到1萬戶以上 我們隨便看 桃園隨便都是2萬戶的供應量 但是新竹的部分確實 可能新重化區或舊土地的開發比較少 所以可能整體供應的似乎來不及供應到需求者 台中2萬4千戶衰退27% 接下來 台南衰退53% 那這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可是台南市 我相信 明年這一條線 如果說 如果說台南的數字揭露之後 恐怕台南的建商馬上去申請建造 因為不會這麼好 因為它是全台灣預售賣最好的地方 所以恐怕有很多這個這一條線 或許明年馬上會跳升 比較快去申請建造比較快 高雄的部分衰退25% 基本上大致上都保持在衰退 這也就是趨緩的現象之下 來看一下 那所以整體來講呢 我們預估2023年 到1月11月的時候是衰退5% 但是我們推估到12月份 應該會今年的交易量 買賣移轉動輸會在30萬 3到30萬8之間 也就是上冷下溫的格局 2023年上半年 因為受到2022年的兩岸關係緊張 政府修法打炒房 下半年又因為 平均地權條例上路的衝擊 使得交易量萎縮 但價格沒跌的格局 而從價量政策 到全球經濟局勢 和變數來觀察 2024年房市會呈現怎樣的趨勢 全球經濟比較低緩 那其實重點在 美國到底這麼高的利率 能不能撐撐多久 撐撐得住撐不住 那它到底是軟軸路還是硬軸路 所以當然目前看到所有的預測 都傾向美國有機會在這一次軟軸路 但是我們也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 突然間發生的事 那就是來了再說 所以目前看到我們預測 應該仍然循著這個方向 是軟軸路的現象來預估這個市場 那台灣經濟從谷底回升 那第二個部分是兩岸關係 但是總統大選之後呢 後面還有很多大選 據很多的報導顯示 今年似乎有幾十個國家 在換總統或換總理 那所以當然大國就是美國總統 在11月份又要選出來 相信這個部分 不只是這個 國外的總統選 也會影響兩岸關係 所以我想兩岸關係不只是台灣選總統 也有別的國家換元首也會有影響 所以這個部分 只能觀察看看後面的變化 地緣衝突剛才提到 兩個戰爭沒有結束 那也不曉得什麼時候結束 那這個 這個紅孩又被堵起來了 那突然間我們的航域又變好了 變得更好 所以到底戰爭好還是不好呢 對某些人好對某些人不好 所以這個變化還是非常的莫測 那可以看得到 供應鏈短期會趨緊 那也就成本會上升 那最後一個通貨膨脹 全球通貨膨脹是趨緩 但是不是結束 那再怎麼努力 通貨膨脹是否會在明年結束 看起來是不可能 那包括在台灣 工資全面性的上漲 在這次2024年一定會發生的事情 那台灣其實目前面對很大量的缺工的現象 各行各業都缺工 那我想這個部分應該 可能是沒辦法避免的 那另外一個是 綠色通膨 碳稅開始來了 那這些都會從間接成本到直接成本 不同的影響到我們各行各業去 所以這四個面向我們在研究過之後呢 我想這個是我們隨時保持掌握中的一些變數 所以這個我們的論定是 美國在經濟軟著陸的一個方向之下呢 全球政經局勢沒有太大幅度的強烈的變化之下 房市應該趨於穩定 列出四大變數值的觀察 房中業者認為2023年房市以量微縮 價上漲收尾 2024年將會是量穩價還漲的格局 我在十分之下 自然之下 。 2 我 我們